受到救助法的影響在面前漸漸生活一種苦笑 南大管政府幾月後換換好好的出息 準備和民間團體來利用 對到在以前紅旗的廣告來說有這麼大的幫助 報告基準有幾件好好因為堅持到地盤的問題 無法就馬上來自行 廣告也開始研究改善的方向 讓想要做表的團體可以觀看進出 受到救助法的影響 發生力量是越來越少 在面前漸漸做了一種苦笑 南大管政府幾月後換換的出息 準備將不在使用的學校 提供給民間團體來行作 對到在以前恰理的管政府來說 是有這麼大的幫助 關於學校會校的利用問題 我們還是要積極的來用 標誌的方式 讓他們程度來開發 讓這個學校不要閒置 閒置都能夠多利用增加縣政府的財政收入 主張航空滑花的工作開始是死了後 即使了這麼多民間團體來順問 他希望將學校改造其他用途來使用 不過目前有幾件學校 因為掌握到地盤的問題 沒辦法馬上來自行 那南投縣的這個國中小的話 會有這個土地的地幕比較複雜 比如說他有國有地還有鄉有地還有私有地 當時徵收這個土地的時候是以教育用途為主的話 那麼今天要活化這個校舍 把它變成是非營利的非教育的用途 非教育的用途的話 那麼就違反當時候徵收土地的目的 那麼在變更地幕上面來講是非常的一個複雜 所以如果地幕複雜的一個校地的話 還是我們活化的一個方式 主要以教育用途為優先考量 過去在管理會定期會當中 這次議員也會針對學校活化的工作來做這順 南大館長的臉面前 在今年的管理會議當中 在一處提起 他希望可以趕緊辦理 如果是大家學校活化的目的 也可以增加關口的事業 現在我們上次採訪報道